我们前面讲到重庆舰的由来 它外号叫做银色怪物 大家就知道它实力是很强 照理来讲 去英国接舰的这些士兵 既然是这么好的一艘军舰 它的水平水准应该要非常的高 怎么会发生逃亡事件 那个时候派去英美接舰的这些士兵 很多都是响应一寸伤和一寸血 十万青年十万军的青年学生 所以他们的民主自信心是比较强的 他们在接舰的时候 根据现在的一些回忆文章 就可以看得到 有的人在喊集合口令的时候 坚持用中国话 就是不用英文 英国军官就要求改正 有人就直接就拒绝 直到被撤换为止 另外重庆号上面有养了三只的黑猫 这也是很多海军或者说船舰的传统 大家都很爱护 在从英国回国的途中 结果有一次黑猫跑到了英国一名海军中室的环间 不知道怎么样就被扔下海 那一位中国水兵就看到了 就质问说为什么要这么的做 就两个人就大声争吵 人越居越多 结果那位英国士官说 他认的是英国猫 接舰的水兵就说 你现在这艘军舰是中国的 你认的是中国猫 如果不道歉 有你好看 争吵中就人越居越多 有人就很气愤的说 把这个人给他扔下海 最后双方的军官就出来劝解 这位英国的士官就在到达 马尔蒂夫的时候 就被附送下舰 先回到英国去 以免后续真的被人家扔到海里面去 从刚那个事件看来 其实这些海军都有很强的民主自尊心 怎么最后会演变成那样的事件 因为中英官兵的中间有些不愉快 被桂永清之道以后 他在训话的时候 也拿这些来做文章 就增加了他和县长 邓罩相之间更多的误会 另外在1949年年初 国民政府那个时候 本来就已经是风雨飘摇 他们又回到上海 上海的经验群又急速的贬值 其实都是年代的影响了 重庆号的整个的那种气氛 所以二月的时候 趁着重庆号回到上海保养的期间 部分的比较年轻的官兵 就跟中共地下党联系 成立了重庆军舰士兵解放委员会 到了2月17日 重庆号就奉命开往吴松口 然后就准备要待命 那个时候结委会 他就感觉到说 重庆号这一趟的行程 可能是要到长江江阴附近 去阻止解放军过江 所以他们就决定起义 对国民政府来说 当然就是叛变 所以2月25日凌晨1点30分 结委会他们就切断了无线电 还有电话就取出了武器 积留了舰上的军官 最令他们惊讶的是 舰长邓兆祥 他不但没有阻止 反而还加入 这位邓兆祥是什么来历 他照而讲不应该有这样的决策 邓兆祥他是防补海啸18期的 他一般被归列到米系 他个人条件其实很好 在1930年 曾经前往英国留学 就读于格林威治 桓家海军学院 英国海军仪类学校等等 所以他的条件是很好的 可是因为桂永清 他接了海军总司令以后 对米系的海军不信任 所以摩擦越来越多 最后是重庆号 在邓兆祥的指挥下 就开出了吴松口 在26日清晨抵达的烟台 那这些像是对米系的不信任 然后衍生出一些事情 这些前期的征兆 蒋介石都没有掌握相关的消息吗 蒋介石应该是清楚的 不过他已经在1949年1月20日下野 但是他因为还掌握失权 所以在2月25日的报纸 那时候刊登了一个消息 他说何应青 白崇喜 汤恩伯 丁志盘 还有桂永清 这些高级站点 召开的江房会议闭幕 比较讽刺的就是 报纸在印刷的期间 也就是这一天 重庆号就叛变了 整个过程是1949年2月17日 重庆号那个时候开到了吴松口 就抛锚停下来 他们就根据种种的迹象来判断 就是可能要逆长江而上 要配合江英的海防第二舰队 来阻止解放军的渡江 那如果军舰实践的残江 因为江面比较狭窄 所以就可能到时候要掉头 就会很困难 而且又处于江英 还有吴松口两个地方的 这个要塞的火炮威胁下 就很不利于后续的行动 所以结尾会那个时候 单机立断 决定要在停泊中 就直接行动 2月25日凌晨1点30分 他们就展开了行动 首先关闭了电源 而且控制了所有的无线电台 一部分的人就把甲板上的哨兵 还有在司令走栏 直跟的士兵 就把他们诱骗到了达达室 然后就直接缴械 开弹药库 就开始武装 接着他们就按照分工的计划 然后就开始陆续的 把军舰上面的军官 一翼的趋近 整个行动其实是进行的很顺利 但是他们为了要以防万一 所以那个时候还做了一个最坏的准备 就是还派了两个人准备要炸箭 其中有一位叫陈宏远的水兵 他把三四十花的四英寸的炮弹 全部都堆积在弹药库的走道上面 然后隐性就外露 万一失败的时候就要引爆 把整艘的重庆号炸成同归一锦 那邓造想本来是不知道这件事 后来他知道就也考虑到了 舰上的几百名官兵的生命 所以就很快的就决定加入了这次的行动 而且还指定了寒线 下定开寒 由他自己来指挥寒行 因为长江口的水文很复杂 如果没有领寒的饮水人 开出长江口是很危险的 整个过程都没有人去阻止吗 但是我想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他知道了他就加入 其他的军官不是水兵的 这些军官就被拘禁 所以他们的行动进行的是很顺利 那个时候我们前面有提到的 就是清末的两管水师提督 李准的儿子李相普 他也参加了这次的行动 他被分派组织防空任务 他说那个时候他去舰桥布置辽万哨的时候 看到邓兆祥在舰桥上面很生气 因为要指挥离开长江 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 所以就坚持航海关 一定要到舰桥上面来协助他 25日清晨5点45分 重庆号就正式的开航 快的就顺利的使出 航道非常复杂的长江口 很快的就转向北上 然后用每小时24海里的速度 就向烟台前进 那事情发生就发生了 对 军舰开走就开走了 总是要报告老板 那谁去报告老板 重庆号大条 这事情更大条 所以没有人敢向老奖报告 海军就从2月26日开始 就连续4天 不断的透过无线电台 呼叫重庆号的舰长 邓兆祥赶快回来 但是像现在我们这样子 已读不回 所以没办法 最后只好向蒋介石报告 我有叫他回来 真的是他不回来 对 在蒋公事略稿本第79册提到 蒋介石知道这件事情以后 他就大为震怒 他就说这件事 他还有海军的骑尺大陆 唯有将其诈成 以免被利用 我们先前讲到江英要塞 其实那时候说戴荣光 他是不是真的叛变 比较是偏向他是被起义的 所以我很好奇说 那重庆舰的舰长邓兆祥 他是真的有参与 还是他其实也是被起义 重庆号他是一艘 洞舰观战的军舰 所以那个时候监委 也立刻调查 而且速度非常的快 在重庆号制程没有几天 在1949年3月26日 那天的报纸有刊登了一个新闻 他说监委调查结果出来 发现到说是海军内部派系摩擦所引起的 而且还直接挑明说 是贵永青跟邓兆祥之间的不愉快 报道还说 重庆号只有邓兆祥才能够指挥操控 所以只要看这艘死路的葫芦岛博靠 就知道一定是邓兆祥亲自指挥 但我们前面也提到 就是在没有领寒的情况之下 此处的残墙口 其实也是邓兆祥他亲自操控 所以所有的证据都指向 其实他就是有参与 然后还主导这样 应该没有主导 但是有参与 就是协助 对 OK 所以但回过头来 这又是一个派系的问题 对 早年海军的派系是非常的复杂 那个时候中国的舰艇没有几艘 可是有四大派系 分别是福建的马尾系 一般都称之为铭系 还有雷电系 青岛系 还有广东的黄埔系 自从甲午战争 北洋舰队整个护魔 所以就剩下南洋舰队 我们铭系就整个担架 海军总司令陈绍宽最早的时候 他就是属于铭系 可是不是那么的听老讲的话 所以在抗战胜利时候就被拔掉 为什么会被拔掉 这还是跟北洋舰队的情形是一样 就是在抗战的时候 整个中国的海军 基本上全部都全军覆没 不是自成就是被炸成 整个铭系的实力也因此而削弱 也就相对的比较好替换掉他 蒋介石后来就派了 陆军出生的贵永青来接任 可是他又不是那么的懂海军 有一本书叫做海痴 续说于振兴与老海军 这本书里面 里面也提到了就是贵永青 重用雷电系还有倾倒系 对民系就是极力的打压 使得民系的这些冠兵就离心离德 很多的问题就出来 由于重庆号的事件爆发之后 又引发了后续海军的白色恐怖事件 有时尽并不过